在捷克某个郊区的一所学校里 迎来了一位看似亲和的女教师玛丽雅 出道班级的第一天 玛丽雅就让学生自我介绍自己父母的职业并记录下来 从这天起 她便开始利用身为老师的职务给各位家长分配任务 有的家长是理发师 那就免费给老师做最时髦的发型 有的家长是司机 那就每天免费接送老师 有的家长是修理工 那就免费给老师修理家用电器 而她则会将考试题目 泄露给学生家长作为回报 当然也有些家长不合作的 老师不光让这些家长的孩子去他家里做家务活 还在课堂上明目张胆的辱骂提罚他们 以惊笑由 班上有个男孩是担心家庭老师对他很热心 并且机会接近他的爸爸 想和他爸爸发展成情人关系 这个爸爸对老师嗤之以鼻 班上的另一个女孩子则没那么幸运 他的爸爸在机场工作 因为拒绝帮老师往国外送东西 老师在课堂上就肆意侮辱这个女孩智商低 女孩回答什么都是错的 并让她的成绩不及格 郁闷的女孩回到家后开煤气尝试自杀 幸亏被她的母亲及时发现 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躲过了一劫 学生自杀未遂事件 在学校被传得沸沸扬扬 迫于压力 学校开了个家长会 想请家长们联名罢免这个女校师 然而那些企图继续送玛利亚 这种识大体的老师中得到好处的家长 抱团退出了签署会 连署的家长寥寥无几 过后这些家长们良心发现 还是在联名书上都签了字 最终罢免了这个女教师 班上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 新学期开始了 教师里传来了咔咔的高跟鞋声 被驱逐的玛利亚又换了一座新学校教学 开始了如出一辙的举动 面带平静的询问学生们的父母职业 故事依然在继续着 所以别人家的孩子可能好 但别人家的老师就不一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